有些时候现实就是这么好玩 还记得去年苹果iPhone15上市的时候 有多少自媒体账号在畅衰iPhone15 说iPhone15不行了 iPhone15各种各样的问题 什么印度产的怎样怎样 你们肯定都记得 一片畅衰 然后说发行机破发 跌价百分之多少 销量不行了 被什么什么反超了 所有几乎可以说是铺天盖地 过了没多久呢 到双11 这些曾经骂过iPhone15的 这些自媒体博主 科技博主 商业博主 又都开始推广iPhone15的促销 比如说猛兮兮的 iPhone手机的促销 苹果产品的促销 就说白了就是骂的时候 义正词言毫不吝啬 该挣钱的时候一点不客气 那你在我们这边的互联网上 苹果早就完蛋了 说销售不行 被谁谁谁反超 设计没有新意 苹果公司降薪 然后市值大跌 反正估计是快要倒闭了 结果人家今年数据出来 结果人家今年数据出来 苹果自2010年之后首次反超三星成为全球出货量低 不但成为了全球出货量低 还成为了全国出货量低 不但成为了全国出货量低 还成为了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 唯一一个市值在三万亿美金之上的企业 不但成为了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 还成为了全球品牌价值最高的企业 品牌价值5000多亿美金 不但如此 苹果还是全球手机利润最高的企业 它的手机利润占到了整个高端手机市场的绝大部分 而且这一次把老对手三星直接拉下了马 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和现实往往就有这么巨大的差异 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这还是在苹果完全放弃了低端机市场的前提下 你可以想想如果他专门把它的旧款机 比如说iPhone12 他直接把它卖到2000块钱3000块钱 iPhone11现在销量还不错呢 iPhone12也卖的很多 而且这还仅仅是算新级出货量 你还没有算二手机 二手机市场苹果也是卖的最多的 那就更没法算了 是不是 对嘛 好的 对